假日的公园里几乎都有狗主人带着家里的小狗狗出门溜达呢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有的狗主人甚至会将自己家中的小可爱分享在社群上 让大家一睹狗狗的风采 有一位狗主人将自己的拉布拉多犬下水后的照片 划上社区媒体后引来风传 这是因为照片中的拉布拉多犬 下水后居然脚变短了 网友们纷纷戏称下水后的拉布拉多犬 就好像变腊肠狗一般小巧可爱 先前我们学习到光的折射现象 当光由一介质射向不同介质时 由于光线在不同介质中光速改变 因此光线产生偏折的现象 而我们就由数学来表示折射现象中 各物理量之间笔值所代表的物理意义 我们定义光在介质中行进的难易程度为折射率 利用光速的笔值来决定两介质的折射程度 介质2对介质1的相对折射率为画面所示之关系式 将光速传递最快的介质真空定为标准 将真空的折射率定为1 因此定义出绝对折射率 任何介质绝对折射率为N等于V分之C 除了从光在不同介质中速度的笔值来决定两介质的折射程度外 我们亦可以从实验中的几何图形加上数学方法 证明得到入射角与折射角有特殊的关系 当入射角增加时 折射角也跟着变大 但不是成正比的关系 科学家斯乃尔发现 在两固定介质下 光线入射角与折射角之正弦值比值都会为定值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这样吧 画面中可以发现 光波从介质1传播进入介质2 折射率分别为N1N2 入射角折射角分别为θ1θ2 传播速度分别为V1V2 由于折射光偏向法线 所以V1大于V2 接着当我们把先前学习过的波前画出来 如画面中所示 波前与波速互相垂直 我们可以发现 光在T秒时 在介质1的波前是PQ段 在进DT秒后 波传播了V1ΔT的距离 因此光从P点走了V2ΔT的距离 到达P'点 从Q点走了V1ΔT的距离 到达Q'点 从几何图形三角形PQQ' 即三角形PQ'P'中 可以发现它们都有共用边PQ' 所以我们藉由数学可以整理出如画面所示的关系式 上述柿子 同学们有发现很眼熟吗? 没错 就是我们前面学习到的相对折射率的柿子呢 因此从画面上的两个柿子加以整理 就是斯乃尔定律 N1乘以sinθ1等于N2乘以sinθ2 而先前我们学过 当光线从水中进入空气 光线会偏离法线 也就是说折射角会大于入射角 也可以借由斯乃尔定律加以证明哦 思考一下吧 没错 因为光从折射率大进入折射率小的介质 又光的折射会遵守斯乃尔定律 由于N1大于N2 因此sinθ1小于sinθ2等式方可成立 所以折射角大于入射角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回到我们片头的问题吧 照片中的拉不拉多怎么变成腊肠狗呢 尝试用今天学到的斯乃尔定律解释吧 没错 从岸上的狗主人看向水中的拉不拉多犬时 光线由水中射向空气 由于水的折射率较空气大 在由今天学到的斯乃尔定律 我们可以知道sinθ1小于sinθ2 折射光偏离发现 岸上的狗主人看到拉不拉多的脚变浅了 四身小于十身 所以以为狗的脚变短了呢 当光进入不同介质时会产生折射现象 加上先前学习到的折射率定义 我们统整今天所学的知识吧 光进入不同介质时发生折射 利用光速的比值来决定两介质的折射程度 介质2对介质1的相对折射率为画面所示 斯乃尔发现 在两固定介质下 光线入射角与折射角之正弦值比值都会为定值 如画面所示 此为斯乃尔定律 最后想一想 你有看过在水中流动的光线吗 今天的影片中我们学习到斯乃尔定律 也学习到光从水中进入空气 是从折射率大的介质 射向折射率小的介质 因此入射角会小于折射角 所以我们知道 随着入射角越来越大 折射角也会越来越大 但折射角度会无止境地增大吗 答案是没有办法的 当到达临界的状态时 此时折射角已经是90度了 那么当我们在折射角90度的情况下 继续参加入射角时 会发生什么事呢 没错 这时候的光束就不会射向空气 反而会在水中不断地反射 这就是为什么光会跟着水柱流动 而这个现象我们就称为全反射哦 在后面的单元会详细介绍全反射 敬请期待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感谢观看